他相信一辈子 我相信一句话 你只相信一刹那 你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非常非常爱这部电影 我已经哭到一种 没有尊严的感觉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没出息 看到那些感动的 就是很会哭 演这个中年以上的夫妻 演生活是最难的 吃饭 喝水 在一起 那种淡淡的东西是最难演的 我觉得爱不是用说的 是用看的 在这部戏里面 你处处都感到 那个浓浓的那一股爱意 虽然可能是用吵架的方式 但是爱意都一直在 非常的不容易 我觉得爱它真的是 我们一生里面 就是很大的课题 但是在张姐的电影里面 就可以看到 里面很多很幽默 但你觉得对 没错生活就是这样的 相爱很简单 但相亲这件事情 需要时间 需要智慧 如何亲这件事情 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名字 取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你要用什么方法 你要去包容 你要去理解 你要去用对的方式 去爱对方 看完两个小时出来 却能够让你好像 反思自己过去三十几年的生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电影 也许我们都已经认为 自己了解了爱 了解了情 可是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关系 需要沟通的 我想这部戏应该是 它这个年龄的代表作 我觉得很值得来看 我觉得值得比好看更重要 会感动的流泪 一定不可以错过 你们不能错过十一月十七号 支持相爱相亲 相爱相亲 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金马奖七项大奖入围 釜山影展闭幕电影 口碑沸腾影评热泪推荐 张爱佳导演 十一月十七相爱相亲